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现在宣布他要参加苗栗三线立委的补选 也引起了部分绿营人士质疑的声浪 质疑参选的他想要寻的就是科匹模式 一阵词严的表示党外不应该分裂 如果选上的话也欢迎外界监督 就算穿着后外套可能还不适应冷空气 陈维廷咳了两下下午到北检易去也对外宣布参政决心 立委当然我们这是挂五党参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说 我们必须跟民进党去取得一定的这样的协商 科匹模式有迹可循 民进党也力挺陈维廷参加苗栗县立委补选 参选立委之路并不是要去获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或个人的政治地位 如果要这些东西我可以去跟民进党要一个不分区 不分区的立委清楚的是贵人都知道他可能必须是党员 陈绕自己为了苗栗挺身而出 不过与民进党合作党内则是有不同声音 我们希望党能够培养自己的人才 能够有党的自己的候选人 陈维廷出来的话民党基层才比较好 容易有一个整合器 后续如果没有互动 甚至没有再度的留下来 那反而是会让我们更多的民进党 留在当地的人被指责 一直来编制我 一直来监督我 这是选上对取名的要求 但不知立委再班科匹 再也大联盟模式 再苗栗能否派上用场 界台北众号报道